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 把冰糖放入洋葱里,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 现在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赶紧跟着视频学一学 洋葱在生活中非常的常见,价格也非常的公道 一般有白皮洋葱和这种紫皮洋葱 而我经常买的就是这种紫皮洋葱 总感觉紫皮洋葱的口感比白皮洋葱要好一些 而且营养也更加的丰富 现在我们先将其清洗干净 对于洋葱,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它的那种刺激性味道 不喜欢吃的朋友就经常敬而远之 老话说得好,存在即是道理 那么这种刺激性气味存在 那肯定有它存在的价值 而我们今天所要用到的,就是洋葱的这个吃激性味道 来到菜板上,我们将洋葱头这一部分切掉 记得切得深一点,大概一两厘米的厚度 切下来的部位先放一边,不要扔掉 这一边呢,我们取一个勺子,把中心挖一个孔出来 很多人都害怕切洋葱,因为切洋葱它的刺激性气味 会导致我们不停的流眼泪 那为了防止这种气味,大家可以选择在洋葱的表面拿涂抹食盐 或者是把洋葱放到盐水里面泡一泡 就可以很有效的去除它表面的这种刺激性气味了 接着用勺子,在洋葱里面多刮一下 这样有利于洋葱内部的汁水出来 弄好后先放一边备用 另一部分洋葱,我们取一根芽签,从车边搓进去 这样它就类似于盖子的提手了 会比较方便我们拿捏 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生姜,把表皮打湿 然后放上一勺食盐,我们把姜皮搓洗干净 食用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有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直接把生姜皮去掉呢? 因为生姜皮属良性,正好和生姜的温热可以中和 所以吃生姜的时候最好和皮一起吃 夹风中搓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用刀刮一刮 之后再用清水冲洗一下,这样生姜就清洗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生姜切成姜末 先切片,切丝再切末就好 生姜在平常生活中 最主要就是将它作为辅料 用在烹饪各种产品中 就会忽略掉它本身的养生价值 其实生姜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的 其中不仅含有多种维生素,半白质灯 而且还可以期待开胃解毒 促进食欲,杀毒杀菌的效果 姜末切得越碎越好 这样更有利于生姜里面的有效成分发挥出来 好了,切好后的姜末直接放入洋葱里 切的太多我们可以分两次用 接下来再准备几瓣大蒜 切小块后,剁成蒜末 大蒜很多人都爱吃 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大蒜里面还有特别丰富的大蒜素 对身体有足够好处 科学研究证明 大蒜可以降低身体的胆固醇 经常吃一些大蒜 对身体健康比较好 剁好的蒜末 我们一同装入洋葱里面 跟着我们往里面加入几粒冰糖 多少根据个人口味习惯而定 然后我们将盖子盖上来 蒸锅水烧开 我们将其放入蒸锅中 盖上锅盖 大火蒸开后再蒸5分钟 5分钟 可以让洋葱释放出里面的所有的有效成分 包括生姜丁和蒜末 而且冰糖也可以完全溶解 使它们充分融合 在很多朋友的认知里面 它们都是一种调味品 其实不然 当它们融合在一起时 所产生的效果 可能会让您达持一惊 亲爱的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 这个时候蒸锅里面的洋葱呢 也已经蒸好了 揭开锅盖 哇 这个气味真的是 满满的都是洋葱 还有冰糖的香甜味 一袋好喝 作用非常棒的 洋葱冰糖水就完成了 这种做法呢 是我们老一辈流传下来的 现在很多人呢 都没有见过 虽然做法简单 但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哦 洋葱里面含有特别丰富的营养物质 其中的挥发油和我们的白冰糖搭配在一起 这样喝了之后 对我们的身体有足够好处 将白糖放入洋葱中 再搭配生姜和蒜末 制成洋葱糖浆 本人认为对于缓解咳嗽和抗感染 具有显著的效果 其抗菌和抗炎特性 使它在缓解喉咙疼痛 减轻咳嗽和清除堵塞的 呼吸道方面表现出色 此外 冰糖洋葱糖浆 还被广泛用于对抗感冒 流感等呼吸道感染 而洋葱中的流化物 被证明对于降低血糖 和保护心血管健康至关重要 好处真的是说都说不完 相信老一辈的朋友都知道 并且这个味道喝起来也是棒极了 对于喜欢吃洋葱的朋友来说 简直是一种享受 总之 学会这种特殊的食材组合 不仅可以丰富你的饮食选择 还能为你的健康带来意想不大的积极影响 和不在厨房中尝试一下 探索这种独特的食材组合 带来的美味和好处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朋友 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